意识 灵魂 所谓的六道轮回到底存不存在 是个怎样的存在 或许这一期视频能带来稍许的思考 大家好 我是大胖 奇闻趣事如此多 谈谈侃侃 再说说 涉猎太广 一出错 列位 反请担待 莫骂我 我一直一来呀 坚信科学可以解释一切 但是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真人真事 人至今还在 就住在海南 曾经就连央视也予以过详细报道 但似乎以现今的科学真的很难解释 咱们把时间回到上世纪的1976年 农历11月21日 清晨 天刚蒙蒙亮 海南省东方市赶城镇布摩村 一位叫做林顺刘的孕妇 因为舍不得前去医院 就在自己紧落的家里 临盆待产 不一会儿刮手递落 一名男婴孤孤坠地 一家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男婴被取名为唐江山 在三岁之前 除了从娘胎里 肚子上就自带的一条刀疤以外 和别的娃娃倒也没什么两样 一直到男婴三岁 也就是1979年的某一天 唐江山突然对自己的父母说 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 我也不叫唐江山 我原来的名字叫陈明豹 我的家在丹州 是靠近海边的地方 从地图上来看 丹州处在海南岛的北部 离东方市大概160公里 按理说在这个交通闭塞 信息闭塞的年代 这个小娃娃就不应该知道 丹州这么个地名 随即唐江山还一脸认真地说道 当年在XXX期间 我们村子和邻村发生了一次武斗 我被邻村人用刀砍伤了肚子 身上还中了一枪 然后就莫名其妙成了现在的样子 小唐江山指着肚子上的刀疤 认真地说道 可当时唐江山的父母听完 丝毫都不感到惊讶 而且不出所料的 对唐江山就进行了一顿打 这是哪门子的胡话 小小年纪不学好 尽学别人边瞎话 可令人感到十分不解的是 三岁的唐江山 居然可以说的一口流利的单中话 是一种叫君话的方言 跟东方市当地的方言 颇有差异 就连很多大人听都听不懂 更别说会讲了 因此所有知晓此事的人 无不感到嘖嘖称奇 但也仅仅止步于称奇 没有哪个大人会闲着没事干 跑去研究这么个小孩子 能把地重重好 才是头懂大事 而且那会来说 农村的教育程度普遍也都比较低下 岁月如梭 时光荏染 一晃 小唐江山五岁了 这一年有一位 单周来的小商贩 到布摩村做生意 卖一些小商品 小唐江山偶然听得 这位阿姨居然会讲丹州话 便立即用丹州话跟他说 阿姨阿姨 你是丹州人吗 我家住在丹州市的黄玉村 你能带我回去吗 小商贩一听 感到十分惊讶 这看上去不过才五六岁的孩子 怎么丹州话说的如此流利 难道说是被拐卖过来的 但因为担心给自己是什么麻烦 果断拒绝了小唐的要求 可没成想 唐江山不依不饶 一直跟着他 都走到了布摩村的村口 直到唐父匆匆赶来 又打又骂 才把小唐江山低留了回去 不过回想起来 这事儿吧 也着实把唐家人吓了一大跳 你说万一哪一天 真遇到了人贩子 或果真是不堪设想 弄得唐家人 终日惶惶不安 又过了一年 唐江山六岁了 脑海中日渐清晰的记忆 愈发使得唐江山 不停的催促父母亲 带他回担州寻亲 可怜天下父母亲呀 在那个出于远门 相当困难的年代 尽管小孩才六岁 唐江山父母最终还是觉得 总这么纠缠下去 也不是个事儿 索性带孩子走一遭 尽早的觉着他的念想 同时也为了防止 日后再出什么意外 可问题来了 从没出过远门的父亲 根本也不知道 怎么去到丹州的黄玉村 就连黄玉村在哪 存不存在都还是个问题 可小唐家山却说到 这不是问题 我知道怎么去 我来带路 于是一老一上 一后一前 正式开启了这次寻亲之路 这父子俩呢 先是徒步走到了镇上的汽车站 买了两张去丹州市的车票 坐了约摸两个小时的车 顺利的到了丹州市汽车站 然后小唐又带着父亲来到了一处公交站台 通过公交车不多时就来到了纳大镇 随后小唐又吩咐父亲 从这里中转 再次乘车前往西英镇 等到了西英下车以后 小唐领着父亲七拐八拐 徒步走了很远的路 一直走到了北门江河边 根据小唐的说法 过了此河就离黄玉村很近了 可此时的小唐明显的慌张害怕起来 一直催促父亲 赶快带他乘船过河 原来据小唐自己所说 所谓自己的前世陈明道 就是在这个地方被邻村人追砍致死 不多时父子俩顺利的过了河 又徒步走了约摸十几分钟路程 终于来到了唐江山念念不忘的黄玉村 进村之后 小唐领着父亲七拐八拐 静止走进一户人家 迎面就见到一位老人 老人名叫陈赞英 只见唐江山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倒 熟练的用单周话喊道 三爹我回来了 三爹正是当年陈明道 惯用的对陈老的称呼 唐江山接着说道 我是你的儿子陈明道呀 当年我被人打死后 也不知怎么的就到了东方县的赶城镇 如今我来看您了 您老身体可还好吗 该说不说这一顿操作直接把陈赞英老人弄得一脸懵 你个小屁孩讲的这是哪门字胡话呢 韦石 服也不是 不服也不是 看着一脸懵的三爹 小唐江山再次解释道 我真的是你儿子陈明道 我现在回来找您了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陈赞英老人 他之前确实有一个亲生儿子 叫陈明道 自己呢 在兄弟几个之中排行老三 别的娃娃一般管他叫三爹 而陈明道因为觉得好玩 也跟着叫三爹 叫他习惯以后 一直到长大了 仍旧没有改口 而当年陈明道 在1967年的9月 十年正值特殊时期 因为和隔壁村子发生五斗 不幸在混乱中被砍死 致命的一刀正式砍在了肚子上 死亡的地点也正是北江河边 关于陈明道死亡事件 当地的派出所还留有明文记录 陈明道同志 家庭成分贫农 以求水上岸 逃生一公里左右 因身上刀枪伤四十余处 肝脏一路 伤势过重致死 死年二十岁 留有一个孤寡老父亲 可不管怎么说 这事搁在任何人身上 没有人会相信 眼前这个小孩 竟然是已经死去十多年的陈明道 陈赞英老人更是如此 打死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唐江山一看呢 无论怎么都不能说服陈赞英 于是心生一计 起身就跑进房间 把供服他的灵位抱出来 扔在地上 说道 我是个活人 不需要灵位的 然后呢 他拖着陈赞英老人 进到屋中 把他之前睡哪个房间 睡哪张床 常用的东西 家具的摆设 家里的一些常用物件 以及两个姐姐的名字 和两个妹妹的名字 甚至就连陈赞英之前的生活习惯 等等等等 所有信息一丝不差的 用单周话全都给说了出来 这一下就不由得陈赞英不信 加上呀 那会儿的时代背景 农村普遍教育程度偏低 迷信思想也比较严重 于是陈赞英终于接受了 唐江山就是陈明道这个事实 两人随即抱头痛哭 就此相认 就连一同到来的唐父 见此情景也备受感动 跟着一起哭了起来 动静越闹越大 周围的邻居听到后 还以为呀 发生了什么大事 也都跑来围观 谁曾想 唐江山看到这些来人 竟一个一个的 全都叫出了名字 丝毫不差 甚至还能讲一些 当年一起做过的部分糗事 惹得众人空谈大笑 慢慢的一传十 十传百 当亲戚朋友们 都听说陈明道回来了 也都闻讯赶来 唐江山指着一个 约摸四十岁的男人说道 阿四 咱们以前在河里游泳摸虾 在白衣庙 尽神烧香 还拜了把兄弟 你都忘了吗 阿四看着眼前的小孩 听着熟悉的往事 也不禁哭了起来 当正式认亲以后 唐家父子俩 在黄玉村 逗留了两日 便回到了布摩村 此后 随着唐江山日益长大 经常往返两地 去看望陈藏英老人 而关于陈明道 投胎转世的消息 也自此 在当地人尽皆知 期间 小唐江山 还碰见了所谓 前世的恋人 谢树香 摇起了之前的甜蜜往事 不免令人感到唏嘘 原本该 喜结莲礼的俩人 一个早已嫁作人妇 生儿育女 一个却成了 不到十岁的孩子 随着小唐日益长大 从未玩过枪支的他 可以熟练的摆弄枪械器具 从没有碰过车的他 可以熟练的开动拖拉机 据说 这都是他所谓的前世 早就学会的技能 其他关于唐江山重生的细节 咱们就不再一一赘述 接下来 咱们聊一聊这个事 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到底又是真是假 由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网络媒体并不发达 这件事仅仅在当地出名 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期 当地有好事者 把整件事情传到了网络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很多人初次听说 都是一个反应 绝对的造谣事件 以讹传讹罢了 但随着各种细节披露 一部分人转而开始相信 并提出各种猜想 企图破解这件事 有人说 这个唐江山 大概从小就患有异想症 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而且唐江山本人 对此事深信不疑的 因为这是一种病 可问题是 一个人幻想可以理解 相隔一百六十公里的 两个村子的所有人 都陪他一起演戏 大概就说不通了 随后又有人提出 说这会不会是 所有当事人 集体撒谎 来谋取利益呢 先说集体撒谎的难度 在信息闭塞的年代 相隔一百六十公里的 两个村子 即便有意串通 但想要做到 没有任何一个人 说漏嘴 这个事情理论上来说 几乎是概率为零的事件 其次 牟利也并未体现 整件事情的前后经过 没有任何人因此获利 又不是说现代还能开个账号 炒起来热度直播卖货 在那会儿来说 频繁的打扰 只会增加唐嘉山的困扰 带不来丝毫利益 事实也证明 他并没有因此过上好日子 在2014年 央视记者去采访他家的时候 明显可以看出 家里的房屋 仍旧很破旧 时至今日 还靠着地理的农作物过活 可以说还是比较清贫的 所以机体撒谎 牟利也不太成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来说 很难遇到现今科学 完全解释不了的事情 可这事还真就没法解释 咱们不妨把脑洞放大一点 自古以来 所谓的灵魂意识 一直就研究不明白 其实说白了 灵魂意识 记忆 这些东西本质上 就应该是一段信息 那么人死之后 这段信息 到底会怎么演变呢 脱离开来 飞向某个地方 还是直接烟消云散 一切都不复存在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咱们所处的世界 万一真的是虚拟的 那么关于记忆的代码 就一定会有个归处 可既然是个程序 那就难免会出现bug 假设人死之后 关于记忆的代码 被一个叫灵魂的程序 带去某个目标区域 进行统一格式化处理 那会不会恰巧 总有那么万争存一的人 在带离的过程里 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附着到了某个地方 就比如新生儿 或者动植物身上 亦或者有类似于病毒程序的侵袭 导致格式化的步骤出了问题 并没有清除掉记忆 所以就产生了罕见的 带有所谓前世记忆的人出现 毕竟古往今来 世界各地 关于携带网上记忆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挺多起的 陈明道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不完全排除 这一切的一切 压根就只是一个骗局 只是说没有能达到骗局的目的 也或者达到了 只是咱们并不知晓 这个骗局的目的 各位 关于此事 你们怎么看呢 咱们评论区见 好 本期就到这里 最后一句话 没点赞的朋友 还烦请长按点赞 支持一下 万分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各位